内蒙古西部阿拉扇蒙的俄纪纳旗 有个热门的旅游景点胡杨林 秋天是当地的旅游旺季 今年的旅游被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断了 当地旅游业者告诉新唐人 目前俄纪纳旗已经封城 内蒙古官方19号通报 阿拉扇蒙新增5例病例 都是在俄纪纳旗的一间餐厅工作 内蒙古阿基纳旗商户张先生介绍 目前正是胡杨林的旅游旺季 当地气候风和日丽 却遇到这场疫情 最早爆出确诊的上海老年旅行团 曾经在俄纪纳旗一间餐馆用餐 兰州 银川 西安等多名患者的轨迹 也都跟这间餐馆有关 目前尚不清楚谁是这次的感染源 截至10月20号 除了内蒙古多地通报病例 甘肃 贵州 陕西 宁夏 内蒙古 湖南 北京等七个地方 皆发现阳性病例 多个航班 列车 以及西安大雁塔 甘肃 嘉峪关 北京颐和园等多个景区都在紧急寻人 新唐人记者李珊珊 林岑新 刘芳采访报道